这里是佛罗伦萨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这几天我受到最多的问题 就是你要不要回国 在外一定照顾好自己 实在不行就回国吧 祖国的怀抱一直向你敞开 看到这些评论和私信 心里非常的温暖 谢谢所有人的关心 意大利境内的累计确诊 已经接近三万 对于要不要回国 我想跟大家说一说 我没有考虑过回国 因为当时国内也出现了 很多境外输入病例 而且大部分都是 从意大利回去以后被确诊的 所以我觉得原地不动 是最好的选择 也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他人 甚至说是对国家负责 回国的路途也比较遥远 耗时也比较长 而且机场也是一个 人员聚集性场所 飞机上呢也是一个 密闭型的空间 所以说选择在这个时候 回国可能不是一个 最好的选择 最后我想说另外一件事情 前几日 一名微博ID为 挽豆公主病的日常的留学生 引发了网友众目 导致回国避难的留学生群体 都成为了重视之地 我想说的是 每个群体都有不守规则 自私自利的人 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 留学生事件也是如此 少数不守规矩的人 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留学生 我们谴责挽豆公主 不尊重工作人员这件事 但并不是针对留学生这些人 因为出国留学并没有错 回国避难也没有错 有错的只是践踏规则 和制造对立的行为 要知道 每个人最无助的时候 都想要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